3月29日,SS2more,爱地球,西灯音乐会 响应爱地球,西灯一小时 当晚的歌手有 Amy,黄明丽,Gary,叶俊成,可琴,Zen,Jim,庄敬义 地球一小时是全球性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为环保踏出第一步吧 3月29日,SS2more,爱地球,西灯音乐会 等你哦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 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世界的历史是由经济和宗教的力量所形成的 我是罗伟静,高盛信贫机构首席经济学家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榴莲台 Durian FM 榴莲当头,我是恩祺 自由高照,我是燕燕 天马星空,我是姜马 是的,就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9点半 SS2more,就有一个熄灯一小时的音乐会 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吧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我们的课题的时间 昨天呢,我们没听众呢 因为我们的课题关系就转台了 给我们抗议啊 希望Michael今天还会跟我们在一起啊 那我们今天谈的课题呢 也是事关到了台湾 台湾最近算是轰轰烈烈的一件事件吧 就包括了台湾的学生 因为反这个福贸协议就占领了立法院 那他们呢,本身从一开始呢 就占了占据国会好一段时间 好长的,好几天的,好多个小时 然后之后呢,他们也到一个行政院去 就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烈或者激烈的手段了 那我们也知道说 在警方方面最后呢 也是采取了一些行动来驱赶这些人群 那最后在这样子的 有一点流血的事件爆发冲突之后呢 那我们知道在首相方面,他们的总统呢 马英九就是也愿意说来一个对谈 来一个,就是说愿意跟学生进行一个对话 并且呢也是非常公开的邀请所有的媒体到场 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就开让大家啊 尤其是像台湾 我们就想说是很自由很民主的国家 但是现在做的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听到一种两种不同的声音啊 一个呢就是非常支持学生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包括了香港啊 也是很多的支持声浪啊 说要挺这些学生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就会有反对的声音 就是说学生批评了学生的一些做法 那可能也会说 学生到底了不了解这个符貌是什么 那也有一些就是说 学生的手段这样子 是不是啊 就是被一些政党所利用了 我们有一个听这种国平潮 他说学生占领什么政府机关呢 其实这些事情只能是由马丁路德金和甘地 这些伟人才配得起的 学生占领就是在扰乱国家的运作 破坏民主法治 所以对这样的也有不同的观点 其实你看啊 在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开国会的时候啊 他们的议员是很戏剧性的 他们是会骂人 然后丢椅子泼水 就非常戏剧性的 那时候呢 甚至陈隆大哥有说过 好像就说台湾的国会怎么这么戏剧性啊 然后呢 我就当时有跟那些台湾的民众就就谈一谈 你们怎么国家怎么国会是是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他们其实部分呢 他们就可能已经习惯了啊 他们说这样子就是乱总好过不自由 就是在乱跟就是受约制之间 他们是宁可自由到乱 也不要太过约束 也意思就是 这是一部分 自由就是乱 不是 他就说 就是宁可 不是 不是想自由去乱 他说在自由到乱跟压制这两方面 两个都不好 但是你宁可选择哪一个 他宁可是自由到乱 我觉得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觉得要谈这个课题 可能我们需要给朋友们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 首先我们是否了解这个福贸协议是什么内容 是说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 第一我们给一个这样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呢 就是说在台湾学生去占领这个议会 占领那个叫做 他是叫做立法会 立法会 占领立法会 这么一个举动 是 是 违法举动 还是民主的举动 还是怎么样子的举动 这个可能大家先要从 不同的方面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第三 就是 这个警察驱赶了这个学生的这个事件 甚至也有流血 但是这个流血的事件究竟 警察是如何来对待学生的 警察的做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马英九为什么要派警察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先不要下一个定论 你先从几个角度来来研究一下 来来看一下 那么刚才你提出第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呢 你看第一个问题 也许如果是按照我回答 也许等一下恩词有恩词的回答 那么如果是我的回答呢 你刚才第一个问题 我是讲的内容 内容是什么 内容在我这方面的了解 内容它大体的一个概况 有一些了解吧 大体的概况就是 中国向台湾开放的项目达到80多个 台湾向中国开放的项目达到64个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4个 所以相比这几条之下 中国开放的项目还比台湾的 对中国开放的项目要多 这个问题昨天也 我们也见过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也质疑 为什么既然这样子 其实是中国是受损比较大的 为什么中国内地的民主没有反抗 这有这么一个疑问 因为双边的贸易关系应该是平等互利的 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条件来说呢 中国的开放性是比较大的 另外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 也许在学生这方面 他们的观念是这是民主这是自由 如果是在立法会议 他是不是违反了他的法律 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是违败了法律 因为当时有几个学生都被抓起来了 因为他饶事的一些罪名就被抓起来 这是肯定是违反的法律 违反法律的事情 但是在学生这方面 他们认为这是民主自由的一个行为和行动 第三个问题刚才你说的是 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马英九 要去用这种方式来驱赶学生 应许是在一个 应该是 就是说没有解决方案了吗 只有要驱赶学生 警察是不是很严酷的对待这些学生了 当时我记得加马韩提出了一个例子 就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其实看起来 好像是在这个警察踩这个学生 但是事实上这个警察是在没有地方着脚之下 他才抬起了脚 他不想踩到这个学生 他不想踩到任何就是这个学生的间 或者是什么地方 的确是这样 而且咱们那个朋友蔡酸 蔡酸现在就在台北 那蔡酸也在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说 这个学生的占领立法会和警察对待学生这件事情上 如果跟当初他参加709的警察对待709的示威者来看的话 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就是说当时在马来西亚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那个警察要暴力的多 要严酷的多 基本上台湾的警察是不暴力的 基本上是不暴力的 就是我们所知道就是说 有点类似泰国 就是你的民众可以在警察面前 你做尽任何挑衅的这样子的这个做法 你去骂骂他也好 指着他的鼻子也好 甚至你可以抠他的痒痒都好 他都没有脾气 他没脾气 他如果做出什么东西来的话 很快很可能就被描述 被那个媒体就描述成就是有粗暴的行为 怎么样子 我觉得或许警方他本身其实就希望 就像你说他会抬起脚 很多时候是更是民众希望他流血 因为当你流血的时候 就表示你的斗争升级了 所以很多时候 刚才你说很多民众会对警方挑衅 就是希望说把他变成更激烈 感觉到说你们是非常的勇敢的一群 是不是一部分的台湾人有 有陈水扁的遗传 这个可能我把话说的过了一点 还记得陈水扁在第二次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一粒神秘的子弹从他的腹部 擦伏而过 而且有一丝的这个血迹 一丝的这血迹 所以一旦你刚才安知你讲的 一旦见血的话呢 这个情取而激愤 就这个情绪的就更加的高涨 好我们还是按照原来所说的这个三个方面 我们再继续给予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这个协议啊 其实它挺简单的 有八页纸 但这协议简单 但附件就非常的复杂 附件一二三四五五个附件 五个附件是什么呢 第一他谈到就是货品贸易早期收获产品清单 以及降税的安排 就是双方互降税务的这个安排 第二就是实用于货品贸易早期收获产品临时原产地的规则 就是说我双方的贸易你不能乱来 你自己生产的东西要有原产地证明的 第三呢 就是实用于货品贸易早期收获产品的双方的防卫措施 就是说你有什么具体的这个保护你自己的措施 你把它公开透明化 双方你有什么保护措施 你就把它透明化 第四就是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的这个开放的措施 我们有了这个协议你怎么开放 你怎么允许这个双边的这个贸易的这种开放 这个都有细节的这些规定 第五呢就是实用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呢 以及开放措施服务提供的一些定义 这定义是什么 就是他规定的相当的 由谁来签的呢 是由两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呢实际上呢是都是半官方组织 一个呢是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另外一个呢是台湾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你还要是记的话过去这个什么15条啊什么的 都是由这个台湾跟中国之间 他都没有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谈 都是利用了这个半官方的组织来进行双边的这个谈判 然后谈判之后呢 由各自官方的这个政府机构去做一些这个核准 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什么 practice应该怎么说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这样子的做法应该说是默认了 这是两个国家的行政 对吗 他是默认了 大陆表面上不承认 但事实上他默认了 这实际上呢是两个国家的这个行政 那么 但是真的就是默认了 默认了是两个国家的行政 其实这更有利于台湾呢 已经默认了是两个国家的行政了 但问题是哪里 问题是台湾很多的民众啊 从很多的世界上呢 可能得到了一些的经验和教训 比如说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个状况 可能给台湾人的一些经验 借鉴 教训一些借鉴 而且中国跟台湾之间相互开放这么多年来啊 你的确发现了一些 你可能 可能 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中国有 最少二十万的新娘嫁到台湾了 而且中国新娘在台湾 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党 对吧 他也成立了一个党来参政了 所以 所以这些是可能台湾人民都心理上 还没准备好的一件事情 那中国人都已经在做了这些事情了 所以这对台湾人来讲是个压力 我就看在网上面有人在吵架 吵架 就一方 就是说 你你怕什么这个福报协议 你你你 大陆所给予你的这个优惠 所给予你的开放程度 比你所给予他的更高 对吧 你就跟跟中国人竞争嘛 你跟为什么要怕跟中国人竞争 结果对方听了之后不高兴 他怎么说 他说 你让我跟中国竞争 你怎么不派军队过去光复大陆呢 那你也去跟中国打呀 你打完了之后 你才来跟我说 叫我跟中国竞争 所以他反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 反射出来的是 他的确是觉得中国是比你强的 在经济实力上比你强 在可能其他的也比你强 所以有一种保护的这个心态 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 从我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之外 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议论上的是说 虽然这个协定 或许在经济效应上 会带来一定的增长 但是或许有很大的部分 有一些危机 就是在于刚才你说的 中国很多部分都处于强 比较强一点 那台湾的一些产业 属于劣势 而且在资金方面也是大说 所以如果进行一些 项目的自由贸易呢 很容易可能台湾的产业方面 很容易就败战了 那么目前所知道的 这些谈判出来的这个服贸呢 他们另外一个很担忧的 就是认为说 其实在这些项目里面 还没有评估到本身的强项跟弱项 就台湾自己本身 哪一些应该要保护的 哪一些应该开放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是在这些代表 就是接受了很多 原本就是中国所提出来的版本 并没有 因为觉得说 这个是自己的弱项 进行一些 可能就考虑说保护的 这个项目 所以其实有些部分的人诉求 并不是完全 就是抵抗服贸 而是认为说 希望在这个服贸协议里面 要一项一项的 在进行讨论跟谈判 那么现在学生 其实我感觉 他是把事情的火烈程度 演绎的越演越烈了 我感觉有点像泰国了 现在学生已经封闭一些街道了 一些不心街 学生都在占领不心街 而且号召其他的民众也站出来 反对这个退回服贸的这个行为 这样的一个行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行为 让我会联想到泰国的局势 泰国其实一开始 他们也大家也是有一个心声 想反对一件事情 但是慢慢慢慢 大家都站出来 就封闭去街道 其实不让行人去走 而且也不让 当时在泰国的时候 也不让公务员去上班 也组织政府的工作行为 使政府处于瘫痪的状态 这么一系列的行为 我就不由的会担心 现在台湾究竟能够 不能够把握住这个度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仍然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就是说台湾人的这种担忧 是不是有他自己本身的道理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台湾人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按照一种民主的程序 对民主是一种好的这种做法 还是就是滥用了民主的程序 就是以这种方式的迫使 就是压迫马总统 压迫马政府 去修改或者是拒绝 这个服贸协定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要求打回去 打回去给政府 叫做逐条审核 对吧 就每一条每一条去审核 其实我觉得这一条 马英九已经接受了 他接受了 你逐条来审核吧 对他也现在说了 他说我接受了 现在国民党一致 应该改变之前的强硬立场 他们说提出同意服贸协议 退回委员会进行审查 一条一条的进行审查 但现在绿营站出来了 民进党站出来了 他说我们不同意 你既是同意了 我们也不同意 还不同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焦点还是在于 就是说你只能让他废掉 你只能让他废掉 如果你不废掉的话 我的这种游行示威 我的斗争会永远跟你 但游行示威又跟民进党 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着游行示威 是学生做的 是学生做的 但是同样的 你这种事情 如果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还记得12月31号的时候 独润我亲自到了这个现场 独润我亲自到了现场 那亲自到了现场 这个12月31号的独润 也是由好几个学生组织来做的 但是大家看到 背后都是明年的这个政党在支持的 有行动党 也有公正党 还有这个伊斯兰党 这明年的三党都在支持的 所以同样的情形 你就不难理解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是由这个绿党 由这个民进党在后面 就是推波助澜 他支持的这件事情 而且他的支持 比我们还要更加的公开 这是直接 其实如果是打破僵局的话 应该是国民党和这些学生进行谈判 对吧 因为是学生的一些意愿 但是现在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进行谈判 我觉得学生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谈判 因为他对这个福报协议呢 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样来谈判 学生话说的太直接了 或许学生还没有弄清楚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弄清楚吧 那我们线上呢 联系上我们的嘉宾 就是罗伟静 高振信评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 早安 好 大家早安 是 那伟静能不能稍微的 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福报呢 对于经济上面的一个效果会是怎么样 台湾经济 基本上来说 这个整个福报 它是站在一个 之前他们朝野都已经 有过公事 都已经要成立这一个福报的 要让它通过的 可是后来集举 那个整个形势就马上改变 也是的确让我有点意外了 那没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福报 它这个福报基本上 就是2010年 大概年中吧 2010年年中的时候 他们有过这个ECFA的一个协议 然后之后呢 根据这个协议 它底下是有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包括就是说 开放某一些领域 比如说大陆那边要开放80项海台 台湾这边要开放60项 给中国大陆那边 那其实在整个协议的底下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 他们说是民国98年 其实如果完成西元来说 就是2009年 2009年以来 其实他们陆陆续续 已经有接近有300个路人 跟路支已经登台 已经来到台湾 去到台湾了 而根据他们的主机处的 一些统计来说 他们这个来台的路上 已经创造了超过9000多个 接近1万个就业机会 所以在经济的观点来看 台湾它是一个岛 2300万的人口 它经过了多年 接近二三十年的一个 长期的发展跟开发过后 其实有很多领域 都已经达到了饱和 如果他们再继续锁住自己 不再走出去的话 那可能他们很多商业 很多发展的机会 可能就会在整个 国际全球化的情形底下 会没落掉 我觉得如果是继续这样子下去 对台湾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它会不会出现 一个这样的情形 因为现在 大陆方面的财力雄厚 而且大陆人 就是做很多事情的话 他也不太守规则 那么他有这样的机会 到台湾去发展的时候 他长期植入会很快的 就占领了台湾的一些 一些的经济上面的 中小企业运作的这些机构 这个事情人们看到 已经好像在香港 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给了台湾人的 一个警戒 就是说我宁肯 对美国人开放 我对纽西兰人开放 澳大利亚人开放 甚至我对印度人开放 我也不对大陆人开放 对对对 在这个部分来说 台湾人其实对福贸协议 有着很大三个忧虑 我总结一下 第一个忧虑就是说 台湾人对福贸 对于基层 就是民生产业 民生产业也就是说 美容 洗衣 批发 零售 运输 logistic 运降 加罗里的跟餐饮业这一些 他们的比较顾虑 平民百姓的顾虑是这一方面 台湾政府方面 他的典型的说法是说 只有 应该只会有中国老板来台 那中国老板来台呢 大不了就是带着他的一些 重要的干部管理层过来 台湾政府的说法 基本上是基于这一点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不会对劳工会有影响 因为台湾民众他担心 美容 洗衣 清洁 批发 零售 这一些行业 台湾人担心说 他会失去他的工作 如果失去工作的话 就失去了每个月的薪水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我觉得是 他们整个政府 跟民间的一个沟通 可能是有一些 没有做得很好的部分 你刚才说有三个嘛 这是第一个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如果是说第二个 跟第三个的话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政治上面的 民族体制的一个冲击 像刚才加码吧 同台的应该是加码先生 是 加码你好 因为刚才我好像有听到加码 有在提过说 就是一个香港的不好的经验 因为中国大陆在97年 香港回归过后 其实这个回归 我不能够用良性 或者是不良的情形 来一跨来概括这个情形 但是的确 台湾人在看整个 香港回归的过程里面 中国在香港 他们透过派广告的方式 打击一些媒体 或者是说 如果是说中资 中国的资金流入台湾 让中国来经营台湾 网告业的话 我相信同样的情况 很必然会在台湾发生 因为我们所看的是 你整个的开放 不只是 民众他们考虑到的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一些比较大中化的 什么说的 中小型的企业 美容 餐馆 这一些 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 整个情形提升一点 你整个开放 在整个ECSA的架构底下 你不只是要开放 中资的广告业 进入 你也要开放中资 参股台湾的银行 那这简单来说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你整个台湾的银行 如果你有了中资的 董事在场的话 他们会不会根据 他中国的一些统一的 我所谓的统一是统战 这个统战的情形底下 多出一些 做出一些调整 这些我相信也是台湾民众 很关心 很想要知道的 因为如果我们想到 04还是05年 有过一个很大的案子 就是中国的银行 Bank of China 他开始对 他开始对台资 在中国的一个紧缩的败款 的时候 的确为这些台资 带来很大的压力 而且是政治上的压力 所以这些情形 当然已经是十年前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雪零零的例子 我相信台湾人 还是历历在目的 这个是我所说 服贸对民主体制 对台湾人的第一个冲击 但是我们发现到 就是在台湾来讲 通常是大企业 对这种开放 持着欢迎的态度 小企业对这种开放 就持着比较害怕的态度 保守 保守害怕的这种态度 这个我想马总统 在这个方面 应该能够体察到 台湾的这个问题吧 这又牵涉到台湾 他们本身的一些 权力架构的问题 跟本土派外省人的一些问题 目前来说 我所看到 我所接触到的 因为我们常常 有在跑这些行业 我有所在接触到的 就是说 虽然立法院 台湾立法院 也就是他们的 相当于我们马来西亚的机构 虽然台湾立法院 经济部 台湾的经济部 已经向立法院报告 报告过好几次了 同时也举行过 几十场的公听会 也已经到南部 台湾的南部 向他们的业界 向他们的一些产业界 推广 超过三百场的讲座 有关这个福贸 可是基本上来说 在政治很分歧 很大的国家 如果另一边的党 就是他们的在野党 也就是现在的民进党 如果不给予很大的 一个支持的话 我相信整个经济 整个福贸 它真正卡关的 那个点 不在于那个 福贸的内容 而在于两党的政治 协商 跟两党的政治角力 我觉得这个目前是 福贸最大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台湾人民 他可能也分裂成 支持国民党 和支持这个 民进党的这两派 对吧 那是不是 台湾的经济 在政党轮替过后 很大情形 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了 包括他们很早期 在蒋经国时代 跟后蒋经国时代 或者李登辉时代 他们都在说借机用人 怎么现在的借机用人 变成了 前进大陆 可能对很多台湾 因为现在很多台湾的 老板级的 可能都是50岁 50多岁 真正管理这些大企业的 已经是60多岁 当然这些是 向前看的前辈 他们想到 他们都是真正的资本家 他们看到哪里有钱 就到哪里赚 但是如果是说 讲到中小企业的 中小企业 他们可能就 比较担心 你输入台湾 大陆的劳工 或者你会开放大陆的人 大陆居民移民到台湾 或者是两岸开放的内容 不对等 不对等 就牵涉到国与国之间 到底你承认我是一个国家 还是你承认我只是一个 自由的经济贸易体 这些我觉得都在挑战 这台湾人的一些 很敏感的神经 所以这又回到去 我之前所说的 如果意识形态 跟这个两党政治 如果没有办法 做下来协商的话 服贸可能真的会出现 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 通过这个服贸协议 实行之后 有了这种渗透 不仅是资金的渗透 不仅是生意的渗透 还有人员的渗透 之前是新娘的渗透 现在是这个商人的渗透 甚至还有这个教育工作者 学者之类的这些 学生之类的这些渗透 那这些渗透 长久以往 是不是会引起一些 台湾人的忧虑呢 比如说我举另外几个例子 今天你在香港来看 香港700万人口 可能已经有100200万 都是这个大陆人 那么同样的新加坡 它的500万人口里面 也有100多万 居然也是大陆人 这些情况是不是都 都一再的提醒台湾人民 就是说大门不能打开 蝗虫不能进来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觉得 很讶异的一点 就是说尽管 其实这一次的整个反服贸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有四批 四批四利 在怎么说 在吹动 在吹话 跟在操控整个反服贸的示威 第一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学生 大学生他们是 刚开始是有他的主体性 可是当后来第二第三 跟第四批势力进来的时候 也包括民进党 台独派 跟王金平 他们的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介入整个事件过后 我们有看到 整个反服贸的过程里面 几乎大学生已经失去了 几乎可以说是 失去了他的主体性 而被这个政党所提及了 那么其实刚才你也说 如果说台湾一直在拒绝服贸的话 这势必会对台湾的经济造成影响 我昨天我看到一个 就一段话 也是马英九说的 他说如果台湾继续闭关首国的话 那么三年之后 台湾即将被边缘化 那么这个边缘化的程度 到底有多大 如果三年后 我们设想一下台湾这个经济 它又和现在的我们某些国家 或东盟的哪一个国家的经济比较相似 如果真的被边缘化了 目前来说 其实台湾已经在整个主体经济里面 已经被边缘化很久 我们怎么说 你看像香港一个才几百万人口 五六百万人口的一个区 你很难想象 这五六百万人口的香港行政区 它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跟参与中国大陆内陆的一些基础建设 的份额其实是很大的 怎么说 在中国 你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高速公路 很多的网路建设 很多的水管 这些早期在199多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香港的资金 跟香港的基数往内移 简单的来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 你看它怎么大 很多大部分都是香港的技术 跟香港的资金流入 早期的时候流入进去 协助中国把这整个中国的 早期基础建设建立起来的 但是台湾因为在90多年 西元90多年的时候 却一直很抗拒这一股 而且在地缘政治来说 我们很难把台湾分割出去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这一些 如果台湾继续在把自己 排挤在外面 它失去的份额只会越来越大 我们not to mention that 中国的经济实力 其实在这几年一直都以 7%、8%、9%的 增长率一直在增加 当这个增长一直在增加 而台湾的份额越来越小的时候 很肯定的台湾会被排挤 在整个大中华经济圈以外 他们必须要想到自己 要怎么去继续生存下去 你刚才说到说要走出去吗 如果说再走出去 跟让人家进来之间的 这个程度拿捏不好的话 会不会到最后 反正是形成弊多余力呢 这个弊多余力 主要是说对经济弊多余力 还是对政治弊多余力 还是对社会的文化产生弊多余力 自己本身的经济来说 我们在经济的角度来说 我们相信任何的经济开放 必须要是对等 以及必须要是双向的 任何的单向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后果 如果是我能够想到的 就是很早期在清朝的时候 当中国清朝跟英国的贸易 不对等以及不是单向 而不是双向的时候 到最后你会引爆的 就是一场很大型的 那个时候就是鸦片战争 当然以近代来说 我们不可能再会爆发大型的战争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的就是 台湾的经济 每一年可能只会以2% 1%多的经济增长率在增长 因为你的份额 你可以拼命的在制造 台湾可以拼命的在制造 可是现在不要忘记了 最大的买家 还是你制造了多少东西 你必须要有买家 而你的买家就在你的对面 台湾其实在2000年 在10年前 2000多年的时候 陈水扁在执政的时候 他们有在提出说 不如我们就把台湾的香蕉 卖去给日本好了 把台湾的五寸晶圆 把台湾的这些高产 高技术的产业 卖给美国人就好了 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 还可以跑这条路 是因为日本跟美国的买力 在10年前还是相对的很强的 可是在整个经济的 一个金融动包过后 我们不能说 美国跟日本已经倒下来 可是相对的 我们看到中国的 无论是在购买力 在整个消耗能源 消耗跟产业消耗方面 已经高 已经差不多是追上美日 那既然台湾有很现成的 一个购买家在对面 我觉得一些意识形态 我是说不应该去坚守 比如说台湾有很好的民主法治 台湾有很好的教育体制 台湾有很好的道德教育 我觉得这些都是台湾人应该坚守的 可是在坚守这些的当儿 你要怎么去平衡整个台湾经济的生存 这就要看台湾领导人 跟台湾民众的智慧 我必须要这么说 那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忧虑 就是说当这一些企业 入住到台湾了之后 它渗透了台湾的经济 或许甚至掌握了更大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经济跟国家政治之间的息息相关的关系 会不会还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压力的 变成之后台湾的政治 可能也要向经济低头 就向这些企业低头 我相信会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前几天我没忘记 我还记得清楚的话 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 他在召开国际媒体记者会的时候 他也宣布 他说他不反对 我不晓得这个不反对 是他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 还是个人身份 宣称不反对还是个人 不过是他自己说的 他说他不反对两岸的服貌决议 但是他要求的是说要逐条审查 所以基本上来说 台湾的在野党 最大在野党民进党 他们本身 我相信他们基本上来说 他们也不敢说 反对整个两岸的服貌协议 因为基本上 在2010年他们签署ECFA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是经过两党的协议 而签署ECFA 我相信他们现在应该要打的主轴说 要逐条审查 可是这逐条审查 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是逐条审查的话 通常是你的那个法案 要送交立法院的时候 才逐条审查 而这个ECFA之前已经是签署了 然后现在我们是 台湾行政院方面 是根据ECFA来执行 这一个 那我觉得逐条审查 似乎有点严苛 不要忘记了 在2002年 台湾加入WTO的时候 他签署的WTO条约 就没有被立法院逐条审查 这么大的一个案件 台湾加入WTO 那时候是 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加入WTO 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逐条审查 所以如果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福茂 没有经过立法审查 它的逐条审查 如果没有被逐条审查 你要说它违宪 我相信在程序正义上面来说 并不产生违法 或者是违宪的这个情形 我相信这个是民进党的主轴 那么现在台湾就除了这个福茂协定 跟中国大陆的 还有另外一些协定 包括最近还有个泛泰变洋协定 也是有关于马来西亚这方面的 那么台湾能不能以自主 就能够以自己这个国家 或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签署这项协议呢 它可以以10加2 10加3 10加4的方式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中国日本 他们都以这些方式加入 现在卡到的问题是说 在国际政治现实底下 我们还是要看中国大陆方面 肯不肯放手 这个是一个政治很大的现实 那至于现在 如果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台湾大学生 或者整个反福茂的势力 攻占了立法院 攻占了行政院 我相信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方面 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形势 或许马英九就是决定出动警察 去驱赶学生的这个动作 不是真正的刻意的要为难学生 而是把这个动作做给中共看 让中共感觉到 他其实是有决心 去实行这个福茂协议的 马英九总统 他其实一直以来给人的形象 就是道德操守很高 然后要对他自己党团 或者是对一些公职人员的要求 甚至是高过法律的标准 他要求的是道德的标准 来去审查这些 所以如果这一次马英九总统 他这样子去镇压 或者是说去清场 我觉得并不意外 不要忘记了 在他的观点里面 或者是说 这么说就好了 其实整个民主 对有两个很大的基石 一个是自由 另外一个是法治 所以自由跟法治 两个都要拿捏得很合大 如果是说法治 没有办法被伸张的话 我觉得会影响到 接下来的民主 接下来的整个自由 怎么说 在这个整个冲入立法院 然后攻占行政院 其实他最重要的重点是 他违不违法 如果违法的话 那行政院就是内政部 他们去执行清场 警方马英九去总统 他去要求去清场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去接受 因为这执法本来就是 要去对付这些违法的行为 不要忘记 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就是那时候总统大选 连战先生他输了 国民党 国民党的候选人 连战先生他输了 那个大选过后 国民党的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是国民党的 立法委员吧 就是邱毅 我忘了是国民党籍 还是清明党籍 邱毅他那时候在高雄 他就率众 带着一班人 去冲撞高雄地方法院的大门口 他们要冲进地方法院的大门 以那个案件来说 休议之后呢 依照守谋 拒重妨害公务罪 也已经判了刑 14个月的有期徒刑 如果冲撞地方法院的大门 都已经算是违法 那冲入国会 冲入行政院 算不算是违法呢 如果今天人民可以冲入国会 那是不是代表有一天 我们他们的军队 也可以冲进国会呢 如果是说整个过程里面 他们是没有拿武器 就属于不违法 那同样有一天 军方冲进立法院 冲进行政院的过程里面 也没有拿着武器的话 那军队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冲进去 所以这个我觉得 整个国家的法治 跟整个国家的民主精神 是还有很大的商榷的空间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因为台湾的福贸事件 学生冲进立法院 在马来西亚的那个社交网站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马来西亚人 对这个事情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而且给学生非常高度的支持 高度的支持 你觉得是什么 什么引起了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关注和支持呢 包括我昨天在看一份 我们本地的报纸 我甚至有看到是说 好像应该有20多个民间学生团体 联署也不只是华人的团体 也包括了马来人的一些大学生的团体 他们联署支持台湾大学生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你问我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整个民主潮流里面 不可以被抗拒 而且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环节 只是说执政党或者是反对党也好 他们如果你已经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他们应该要去教育民众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民主的两大基石是自由跟法治 在我们过度推崇自由的时候 你可以自由充进去 你可以自由讲这个 你可以自由做那个 而当而我觉得执政党和反对党 都必须互相克制 跟教育自己的支持者说 自由的另一边也是法治 我们也需要去遵守这些一定的法治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台湾的这件事情 对马来西亚的政坛 因为马来西亚同样的也存在的 这些支持者 执政党和反对党这两个方面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 是不是有一天 我们也看到学生 也会冲进马来西亚的国会 我不排除 这个是政治的问题 而且是在未来 我不排除它会有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问我 这个发生对于马来西亚的民主 是不是一个良好的一个进展 我觉得是 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大部分的 就是人民会赞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吗 还是其实我们比较自治 马来西亚相对来说 我们所看到的案件 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 无论是两边 在朝或者是在野的支持者 在很多的活动上面 其实支持能力还是挺高的 挺高的 所以你觉得说 或许 其实像是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你认为说 就是在其他的国家 基于什么原因会去支持这些学生呢 不出奇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看1964年 当整个 那个时候 美国1964年 大家如果有去看看这个case的话 UCLA 就是他们加州的一个 Berkeley University 他们在那个时候 其实美国的言论自由还是很低的 所以他们 大学生那时候就为了要争取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他们也占领了他们的 Sport Hall 他们的UCLA里面的一个Sport Hall 所以 我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 就是说 其实我们支持这些台湾 这些学生的时候 心情更多 其实是真的支持他们吗 还是基于自己本身的一些情感 像香港支持台湾 是不是因为基于他们自己 就觉得说 中国在香港这么多年的一种情绪 所以他看到台湾的时候 他反映更多的自己的情绪 或者像马来西亚会支持台湾 更多时候 因为想起 我们当初Berkeley 政府也是这样子打压我们 所以看到台湾学生 现在警方打你们 所以我要支持你们 基于他们真的是了解台湾的状况 去支持他们 还是其实更多时候是自己的情 自己的一种情感投射 其实你提到的这一点很有趣 无论我们中观古今中外 或者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不难发现 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示威 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抗议 其实是可以 大体上是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自发性的 一种是被煽动的 那至于马来西亚的 或者是台湾 或者是UCLA这一些 你要去观察 他们是自发 还是他们是被某个团体 所煽动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看一看 他们当场 当天示威的时候 有没有政治人物在场 或者是说 你们看看之后 他们的筹委会名单里面 有没有政治人物 的名字在里面 这些都是我们考量的一些点 都是我们可以去检验的一些点 很可惜的就是说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也不只是台湾 我所说的是很笼统的 这样子去说 不具针对性的 很多时候刚开始 这些良性的社会运动 我们所谓民运 这些人民的一些运动 刚开始很多都是自发性的 可是到后来 都会被某些政党 可以是在朝野 可以是在野 都会被这些政党所吸收 然后会被他们所取杰 所以民主运动 到最后就变成是 朝野对峙的一个情形 的一个筹码 好的 谢谢韦静今天跟我们这段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伪敬的一些这些说法 我觉得蛮中肯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相信 社会上的这个人的思维 都是是五花八门的各有各的想法 未必能够接受伪敬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 另外一个不接受伪敬的说法的情绪是怎样 这就是说你不要讲那么多 反正这个这个就是民主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民主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主 我们都要给予支持 不然的话 当我们要就搞民主 搞示威的时候 谁来支持我们呢 这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事情就给简单化了 对吧 而且我注意到伪敬回答的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我在马来西亚也出现了学生 闯进了国会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他说这是一个好事 我细想了他的这一段话之后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他冲进去之后呢 要么呢就是结大欢喜 就是投降了 就是政府或者是这个执政党 或者是一般要冲的话 都不会是对着反对党来冲的吧 对不对 一般都是对着执政党来冲的 这执政党投降了 这是或许是一个好事 对吧 那或许什么也没弄成 而且被捕了 或者是受了一个教训 或者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吃鲜掌印制 对不对 那么对比较之下 我们不是鼓动和骚动 对比较之下 在马来西亚 其实刚才也说有很多的青年的朋友 也是支持台湾的这种行动 那么具体的 如果来到自己的国家的话 他是不是有这种勇气 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事 他也是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尺度有多大 在我看来 我们的尺度是在逐渐的加大 我记得709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军警 水炮车 催泪弹 什么都上了 到后来 你看黄德在那扎了一个月 也没人理他 对吗 所以我觉得或许很多时候热情是需要鼓动起来的 是吧 因为有时候时候你回头想一想 其实当时也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看会出动水炮车 会出动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需要有情意解 你去告诉他 你这一次做呢 发生什么事都好 你是在为国家 为民主 还有这个 他带人谁都好 是吧 不然谁想上街 台湾没有 没有马来西亚这么 行政发达 我可能这句话说的有人不高兴 怎么说行政发达 行政发达 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今天如果你闯进国会 占领国会的话 我感觉根本闯不进去 也未必闯进 至少马来西亚的警察比 台湾的警察要厉害得多了 也未必 我也看到这警察 让放水的时候 看他要不要放而已 看他放不放而已 同样的 其实立法会 台湾警察要真不让学生进来的话 他也可以的 他们的运力还是很强 就是台湾的警察通融了一下 学生能进一进吧 就是让你去闹吧 闹完之后你再看吧 大家还高兴 你还就继续 如果有人不耐烦了 那就可能可以开始收场一下 那马来西亚如果你闯进国会的话 那可能那个议长就说 哥们咱们不在这开会了 转到不招加亚去开会了 不招加亚也有地方开会 对不对 这国会我暂时转到那 你就学生你就在那待着吧 然后纳吉亚说 我们会给学生送饭的 送水的 究竟我们是怎样 照顾 大家情绪很不满 现在政府都已经学聪明了 对啊 那你能赖他 学生又能赖政府如何呢 对啊 是吧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原点上 这些只是一个手段 最关键的是 你的你的诉求清晰不清晰 清楚不清楚 然后人家接不接受呢 你还是要按照一个程序来做 就好像刚才 伟静他所谈到的这个 你需要有一个自由和法治 是怎么样的拿捏 嗯 究竟我们在讨论的什么 是民主啊 刚才伟静也说民主其实如果是只是学生在举行抗议 只是学生我要征求我自由的权利和民主的权利 呃 这应该是一种很纯洁的民主状态 但是到最后呢 好像他似乎都会被一些政党所利用 所劫持 所劫齐 齐劫之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民主 他是不是真的民主 还是为了某一方面 某一个被那个齐劫的那个政党 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 嗯 所做的一些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政党都都精算了 就好像精算师这样子的 就是说呃 我要怎么样利用你 然后利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利用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后 就马上撒手 或者是继续利用到干干净净而已 啊 那么就是被反对的那一方 他也做一个精算 他说这个东西你让你去用 你弄用多大能不能对我造成威胁 如果不造成威胁 无所谓 让你继续给你一个出气孔 如果造成威胁 一巴掌就给你拍下去 啊 就解决问题 也许我们只能承认现实 呃 现实也许没有真正的民主 也没有真正纯洁的民主 到最后他也许被 在社会上被政治利益所利用 被金钱利益所利用 但出来的那个政治体制和民主体制 他依然是被截起之后的那个政治和民主体制 呃 这样的一个政治民主体制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有民主 他也是有自由 但是另外一种程度 他还是呃 绝大部分是被一些有权有力啊 有金钱的这些部分的人所控制着 所以也许是作为我们民众来说 是不得不很无奈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很无奈 但是这就是现实 他是否是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在当时啊 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呢 就是说你看呃 政政政党的他们所谓的期节 也是利用了这些呃 就是团体啊 但是是不是他们同时这些团体 也是借助着政党的力量 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呢 但是到最后是不是当初原本想要做的一些诉求 跟推动也变质了呢 但我总的做一个总结就是 今天你走上街头 你闯进立法会的20岁的青年 20岁以后呢 你回看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你40岁的时候 你就觉得啊 原来我那个时候是那么的幼稚 有的人可能觉得啊 我的光荣 我的孩子一定你要继承 是 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时间啊 就是写下的历史啊 再回看不同的时候 可能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做到这边了 又来到星期五 所以呢 周末 那刚刚呃 也看到一些呃 一直都有一些人在问说 威尔去了哪了 那我就跟他关心了一下 他说 他去放产假了 其实 放产假 对了 有点难产 所以时间比较久一点 对 那他坐完月子之后呢 就会再回来了 我在 我在怀疑他难产是 是难产这个主人呢 还是他是被难产的那个人 反正啊 现在就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坐月子了 我们就让他好好的休息 那之后呢 就会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填马行空了 那就祝大家呢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不要忘记 明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半呢 在SS2more 有个西灯音乐会 希望大家一起来 可以一起来响应 对 嗯 好了 那就这样子的 星期一再见咯 拜拜 拜拜